Hello 大家好 今天就來拍第二集的一個學校的食物 一個影片 大家就看到一來已經有兩盤東西 其實這個呢 其實我也找了一陣子 其實我原本應該是找法寶膠 但我不知道法寶膠哪有得買的 一款就是米粉 我記得當時有一款就是米粉 一款就是即食麵 其實這個即食麵已經不合格 因為我忘了剪開它 現在要放另一半進去 因為它只是浸了一半 它只是浸了一半 一半是硬,一半是軟的 那我們浸了另一半 這個麵其實我都很常吃 吃正麵 蛋或者火腿之類 可以加兩個半 原本一個正麵就是五個半 然後加了蛋就是兩個半 真的變了八塊 其實我覺得很貴 我覺得兩個半買的蛋和火腿 很貴 所以我就買一個正麵吃就算了 然後再加一個燒賣 我覺得燒賣好像是五元左右 五元燒賣 燒賣再加米粉或者麵來吃 我記得其實它的湯 它的調味料應該是 雞粉 我不知道 其實我都吃不出 究竟是什麼粉 我只吃得出麵 就是一種很廉價的麵 米粉就是普通的米粉 普通的米粉 這個米粉其實我是拆了一個 很出名的品牌的米粉 這裡有一包調味粉 剛剛可以拿來用 但其實應該不是這個味 不是我學校吃過的那種味 我記得如果我在學校買 它就會馬上拿一個法寶膠盤 放一些粉 然後在旁邊 很近的 在旁邊 即是在它裡面 在它裡面 在它裡面浸水 然後放出來 然後收你正面五個半 正米也是一樣 正米也是一樣 就是收五個半 然後如果你想加蛋加火腿 那就收你百元 這個玉丁好像是十個半 我記得沒有記錯 其實也沒有那麼大 它沒有那麼大 它還要分開一半 正常一個麵的尺寸 然後再分開一半 拿出去買 所以其實也挺賺錢 老實說 我先吃一口 試一下是不是這個味 應該都... 應該都... 都不是這個味 我覺得 吃得出很好吃 沒有什麼特別 都是普通米粉的味 之前學校就是吃這些 不知道現在還在吃這些 有沒有學生 可以說一下有沒有這些東西吃 這個其實算是最低級 最低級 講錯話 是最基本的 中學生會吃的東西 我們放一邊 這個即食麵 那麼多是那句 因為這個是示範 來的 我這裡 我這裡 其實很便宜 很便宜 學校如果五個半 一定沒有那麼多 你看 一整盒 整盒 一定沒有可能 水 其實看起來 還不是黃色那種 還是透明 白色那種 我記得 學校那種 是已經黃黃的 不知道是因為 麵炸過來 所以有一層 就有一些 油出來 因為有些要用油炸 我試一下這個麵 是什麼味道 這個麵很難吃 這個麵很難吃 不是開玩笑 應該是我錄的方法有問題 這個方法 因為我錄了一半 正常不是有一個正方形的尺寸 我錄了上半個 錄了下半個 我記得學校是會剪開它 因為那個盒子 就像這個盒子 這個尺寸 這個尺寸 它絕對不會放得到一個正常 一個面的尺寸 所以 還有可能為了節省成本 節省一些材料 就將它一開為二 再變四 剛剛有些問題出現了 就是相機不夠位 所以現在就用手機錄著 我記得學校有些人 他會覺得不夠味 會覺得放完這些調味料 因為他原本有調味料 他有調味料底下 他都覺得不夠味 然後可能會放些什麼 醬油或者辣椒油 因為你知道 學校那些瘋狂供應 就是 他永遠都很悶 這樣 所以 那些人有時候是瘋狂 加很多醬油 加很多辣油 沒有求令到麵 會比較好吃 那我也是其中一個 原因是為什麼呢 因為 重口味一點 重口味一點 而且我多數吃什麼 我吃剩米粉 然後再加這些 醬油和辣椒油 沒有吃火腿 沒有吃什麼火腿 雞蛋我會吃的 偶爾會吃個雞蛋 就火腿跟腸椒就少吃了 通常吃加雞蛋 或者五香肉丁 其他就沒有了 普普通通 他又不是那些出錢一丁 學校會不會有出錢一丁 其實我都不知道 如果大家 中學有什麼特別的食物 吃過 你可以不放留言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我當時吃的東西是有多麼差 或者多麼少,不可以說是差的 上次就講解了這個拌麵 但其實我想起學校的拌麵其實都不像認多那種 我想應該是同一個產地的 但只不過它是屬於另一個品牌 我還沒吃東西,所以很肚餓 不過這個就小吃 因為始終這個就... 很一般 我寧願吃認多 都是認多 最喜歡吃認多 我記得我自己最多吃都是吃靜麵 因為靜麵好像比較多 靜麵就比較少 加上這包油試一下 加上油是馬上香了很多 但我記得學校那些是沒有的 學校那些很便宜 因為大家上次 我記得直播的時候也有說到 大家都說什麼 學校的供應箱是什麼什麼天地 我就沒有留意到 我不知道是什麼供應箱 怎麼可以看到是什麼供應箱 而且我也想知道 為什麼大家這麼留意到 那些供應箱 如果你是管理層的人士 你才會去 了解或者是 有看過的 還是... 還是他那張訂飯那張紙 訂飯那張紙 訂飯那張紙 那張紙就知道 是什麼 是哪間供應箱 對 這個不吃了 我比較喜歡吃米粉 一來米粉 比較健康一點 還有一點 說起米粉我記得之前 回過超市 我晚上就在那個地方 錄兩個米粉吃 我忘記當時的經理叫我 不是叫我 是叫我另一個朋友 我和另一個朋友同時間吃東西 叫我...叫另一個朋友 他說給我一道菜給我吃 因為他帶飯 我就沒有帶飯 我就很難 然後最後呢 都是沒有那種菜 吃的 那大致上 今集的... 學校野食的系列 就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說一下 究竟我家中學 有什麼野食 記錄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喜歡的話記得 按個like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拍我們 另外一會兒 一下